好我们来讲一下第1394个点 这个礼物对我来说很特别 这里面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对于某人来说很特别 那么这个词主是什么呢 Be special to somebody 对于某人来说很特别 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词的词性形容词 翻译成中文特别的 Some specials还有一个词性 名词特色菜 这个懂不懂 就是说你去饭店吃饭的时候 总是有很多的specials 什么意思啊特色菜 Some specials一些特色菜 看到了吧 这个礼物对我来说很特别 我们用到了第一个结构 Be special to somebody 那么主语 The present 这个礼物 Be special to somebody 对于某人来说很特别 对谁来说很特别呢 对我 借此后面借宾格 The present is special to me 这个礼物 对我来说很特别 学会了吧 你看这个考点 这个题你不就会了吗 记住是不是 所以孩子们不及格的 成绩不理想的 就是说这个题拿过来之后 他抓不住考试重点在那 那么如果你会的这个点 Be special to somebody 这个题你可能错吗 是否不可能 1395个点 我特别喜欢这个礼物 来 特别喜欢 这个特别是修士喜欢的 那是什么呢 Specially Specially 是一个副词 特别的 修士谁 修士喜欢 因为是副修动 能理解吧同学们 我特别喜欢这个礼物 主语 谓语 宾语 主语是我 谓语是喜欢 宾语是礼物 特别喜欢 副词修士动词 一般情况下 谓语俱为 我说一般 不是绝对的 你比如说 我真的很喜欢你 I really like you 那个really 他自谓语 喜欢之前 他不一样 大多是这种情况 大多 但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90%的 都位于剧位 90%的 都位于剧位 这点请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这点请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明白了吧 所以说我们就 记住这个事 记住这个事就行了 努力 对努力 学习需要努力 学习需要努力 那不努力能行吗 来继续 1396个点 这个饭店 有两道特色菜 来同学们 特色菜怎么说呀 special special 特色菜 可数不 必须可数啊 特色菜必须可数 special 这个饭店 有两道特色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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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在这个餐馆里面 in the restaurant there are two specials in the restaurant 这个餐馆里面 有两道特色菜 看见没有 这是一个 there be 句式 two specials 两道特色菜 in the restaurant there be 加某物 加某地 这不就玩活了吗 there are two specials in the restaurant 不是菜 是特色菜 不要写成 dishes 不要写成 dishes 我们要写成 specials 写成specials 明白了 1397个点 这考点讲什么 他死于疾病 重点 死于怎么说 die off 这个是内因 死于内部因素 你像疾病啊 等等等等 你像疾病啊 等等等等 明白了吗 同学们啊 你像疾病啊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听明白了吧 听懂我的意思啊 所以咱们同学们 一定要注意啊 听懂了吧 听没听懂 没听懂的 跟我说就行了啊 没听懂的 跟我说就行了 大家记住 die off 内因 he died of illness 死于吗 illness 疾病是一个 可属名词 我加了一个 yes 变成了一个 附属形式 he died of illness 一定要加yes 因为可属名词 有一个法则 非单即富 非单即富 啊 1398个年 他死于一次地震 那么这个是外力因素 叫做 die from 外部因素 不是内部因素 是外部因素 明白 外部因素导致的 那就是die from 一些事故啊 等等等等 一些外部因素 导致的 不一样吗 你们看 他死于一次地震 主雨 未雨 he died from an earthquake earth earthquake earth earthquake 是地震 明白了吗 为什么 灌死啊 原因因素 开头 这完事了吗 两道题 你就能区分出来 die of die from 他们之间的 根本区别 非常明显了 啊 两道题 你就能区分的很清楚 不存在 你不明白的问题了啊 1399个点 他死于饥饿 这个死于用 die of die from 都可以 你说饥饿属于内部因素 还是外部因素 你想想 这个你可以看成内部因素 可以看成外部因素 所以说死于饥饿的时候 哪个都行 你可以看成内部因素 你也可以看成外部因素 都行 都行啊 你看成内部因素也可以 你看成外部因素 也可以 都行啊 你想用哪个都行啊 看成内部因素 行不行 行 看成外部因素 行不行 行 听懂了吧 听明白了吧 所以同学们注意 啊 同学们注意 都可以 啊 都可以 所以 大家一定要记住 啊 一定要记住 看成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都好使 那么这个是 die of 也行 die from 也行 但这个饥饿 你们说是什么词啊 啊 同学们 你们说这个饥饿是什么词 他死于饥饿 你们告诉老师 这个饥饿是什么词 肯定是名词啊 肯定是名词啊 主卫宾呢 死于饥饿呀 饥饿怎么说呀 hunger hunger是饥饿 hungary是饥饿的 饿了 这是名词 这是形容词 考试 属不属于 词形转换 必须的啊 考试 属不属于 词形转换 那是必须的啊 他必须 属于 词形转换题 hunger hungry 怎么变呢 把这个 意去掉 换成外 把意去掉 换成外 看 然后你看嘛 他死于饥饿 主语 谓语 die of die from 都可以啊 hunger 饥饿的名词 很多人不会写啊 大家不明白 这个饥饿的转换形式 很多的人 不会饥饿的名词 和形容词怎么写 这大家注意一下啊 很多人不会 饥饿的名词 和形容词 怎么写的不知道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继续 1400个点 他死于 1926年 看这个啊 来同学们 他死于 1926年 告诉老师 这个死于 他是一个 这个死于 他是一个什么 此性 你们找一下 同学们 你们找一下 这个死于 他是一个什么 此性 跟老师说一下 嗯 这个死于 他是一个什么 此性 大家琢磨一下 琢磨一下 这个死于 是什么此性 这个死于 他的此性 是动词 die 动词 他死于 1926年 主语 未语 加一个 事件装语 明写 动词 he died he died in 1926 他死于 1926年 这不就玩活吗 he died in 1926 他死于 1926年 这就完事了吗 能理解了吧 非常重要 啊 非常重要 明白了 继续 我们想 下一个点 啊 去想 下一个点 对他是动词 作为语 很对的啊 说的非常对 他是动词 作为语 来往下 下一个点啊 他死了十年了 1401个点 他死了十年了 那么刚才那个死亡 我们讲了 啊 刚才这个死亡 看这啊 他是一个 瞬间动词 什么意思 瞬间动词 不能结 时间段 看到啊 瞬间动词 他不能 结 时间段 看啊 瞬间动词 不能结 时间段 那么这句话中 结了一个时间段 几年呢 嘛 死十年了 所以 要改成一个 延续动词 那么死亡的延续动词 是什么呢 看箭头 be dead b动词 加形容词 构成延续动词 那有人问老师 你说老师死亡的延续动词 是固定不变的吗 对啊 固定不变的 就是他 哪任何死亡都不好使 他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固定不变的 你看 他死了十年了 主语 现在完成时 has been died 主语 现在完成时 has been died 主位结构 为什么呢 十年到现在为止 所以他是完成时 而且十年是时间段 我们必须把 be dead 改成完成时 怎么改 构成 have 或has 加过去分词 he has been died for ten years 他已经死了十年了 完事吗 你这道题 如果不会瞬间和延续的转换 那就完了 你做不了 必须要学会瞬间动词和延续动词的转换 这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学会瞬间和延续的转换 14002个点 他死了 那么这个死是一种状态 be dead 我刚讲完 他是一种状态可延续的 他是一种状态可延续的 嗯 他是一种状态可延续 所以你看吗 他死了 he's died he's died 完事了吗 下一个 1403个点 他的死使我很难过 这个死什么死 名词 因为他是一个形务呆 他是做主语 畏语是使 宾语是我 难过 老师问你们 谁难过 是不是我难过 他是补充说明 宾语的 所以他就是宾语 补足语 形务带 做定语 修饰死亡 是 未语动词 我 宾语 难过 宾语补足语 谁难过呀 我难过呀 他的死 使我很难过 明白 那么这个死 戴死 名词 戴死 名词 明白 然后你看 他的死使我难过 形务带 名词 构成主语 这是未语 媚的是未语 这个密是什么 密是宾语啊 谁难过 我难过呀 这是宾语 补足语 老师把他说成宾补 所以这句话的结构 你们看好 是 主 为 宾 宾补 宾补 能理解 能理解不 同学们 是主 为 宾 和宾补 能懂吗 懂不懂 主 为 宾 和宾补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明白了吗 主 为 宾和宾补 说的对 说的没毛病 主语 为 主语 为语 宾补 加宾补补足语 对对对 老师什么叫宾补足语 老师告诉你们什么叫宾补补足语 宾补补足语 就是补充说明宾语的 啊 补充说明宾语的 就叫做宾补补足语 能理解不 嗯 好了 第 1404个点 这个消息 使我很难过 和上文一样 我们再练一个 make 加宾补 加熊死做宾补 是不是不太会 来 再练一个你就会了 看啊 make加宾补 加熊死做宾补 那么主语 这个消息 the news 魏语 宾语 形容死做宾补 这个消息 使我很难过 和上文是一样的 只不过把主语 改成了news 要注意 它是一个使一动词 翻译成中文就是 使别人怎么怎么样 让别人怎么怎么样 能分清吗 使别人怎么怎么样 让别人怎么怎么样 来看 1405个点 我使他哭了 给他弄哭了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我再说一遍啊 使一动词 后接动词 用原形 看着啊 使一动词 嗯 对的 使一动词 后接动词 用原形 使一动词 后接动词 用原形 对的 幸福啊 去跟我说去吧 使一动词 后接动词 用原形 看见没有 使一动词 后接动词 用原形 你看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我使他哭了 I made him cry 主语 谓语 逼语 谁哭了 他哭了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这是一个考试重点 老师再说一遍啊 使一动词 后接动词 用原形 啊 使一动词 后接动词 用原形 听明白啊 听明白 千万记住 使一动词 后接动词 用原形的结构 啊 嗯 对四前句 那个谁 那个微小的幸福 去跟我说 老学们去跟我说 这四前句的问题啊 去跟我说 想要这四前句的 去跟我说就行了啊 注意 1406个点 我制作了一个卡片 使他开心 诶 这个可不是使一动词了 他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制作 这个不是使一动词了 翻译成制作 使一动词 使一动词制作 他不是使一动词 使一了 因为使一动词 我们要翻译成 使别人怎么怎么样 而十一动词 翻译成制作 你说能一样吗 必须不一样啊 你们看 我制作了一个卡片 使他开心 主语 主语 谓语 兵语 我为什么制作卡片呢 to do 目的装语 那么你这个make 制作 就是使一动词 而你使他开心 你这个就是 使一动词 你们看 你们看 这个翻译成制作 就是使一动词 这个翻译成 使别人怎么怎么样 它就是使一动词 能一样吗 make 加兵语 加形容词 做兵部 谁开心 他开心呢 主语 谓语 兵语 目的装语 him是make的兵语 happy是him的兵语 补足语 能不能理解 同学们 我再说一遍 主语 谓语 兵语 目的装语 him是make的兵语 happy是他的兵语 补足语 谁开心 他开心 十一动词 制作 使一动词 使别人怎么怎么样 在一句话当中 既出现了十一动词 又出现了十一动词 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随请同学们 一定要注意 所以请同学们 一定要注意 啊 一定要注意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不是重要吗 太重要了 同学们 千万要会 千万 啊 千万 好了 第一千四百零七个点 熬夜能引起健康问题 第一个重点 熬夜 第二个 引起 第三个 健康 你这三个点不会 这个题 你就别想着做 你这三个点 要是不会 这题你做不了 这题你做不了 第一个 首先要明白 熬夜 咱说 第一个 首先要明白 熬夜 咱说 熬夜是 stay up late 引起 cause 动词 健康问题 名词联用 问题本身 没有健不健康的问题 问题没有五脏六腑 没有心肝肺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 不能说健康的问题 你可以说一个人很健康 但是健康问题 是这个问题和健康有关 所以它不是行修明 而是明修明 能明白吗 不是健康的问题 问题本身 没有健不健康的指纹 因为它也不是人呢 没生命啊 只是这个问题和健康有关系 所以它相当于 名词做定语 修饰名词 而且你这个problem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什么呢 生活中的问题 健康问题嘛 不是学习中的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用problem 不要用那个question啊 用problem 不要用problem 可主吗 必须的啊 你们看看 熬夜是主语 能引起是胃语 健康问题是避语 熬夜 staying up 动名词做主语 Can cross 胃语 动名词做主语 Can cross是胃语 健康问题是避语 能一样吗 为什么加S 可主呗 可主呗 不可主能加S吗 对不对 所以非常重要 不可主能加S吗 必须是可主 我才能加S 能理解了吧 所以 大家注意 多重要 多重要 哎 我知道你了啊 多重要 嗯 嗯